投資朋友先助理你的投資決定 歡迎回來 在視頻的另一端是一號全 這集回來 我們首先就進入到嘉賓建股环節 今天號全為大家介紹的 這支個股是英恆科技 我們來聽一下號全最新的解讀 大家好 今天向大家推薦的股份是英恆科技 1760 說一下一個價錢 入市價為五塊兩毛三 目標價先發生在六塊一 資訊在四塊八毛八 今天推薦給這個個股 給大家的主要原因 先說一點 剛剛節目也講到 最近很多板塊也是 勢頭比較弱一點 明顯很多個股都變成弱勢 第一個 現在為什麼會選到疫情令 是說觀察到 最近股價確實是明顯突破 或者是說已經有一個轉勢的勢頭 先找到這一點 後面的話是公司是做一種 直接電子解決方案的 其實它現在也是要跟著我們節目 節目久了 也是要國策或是全球策略也是說支持一個新能源 或者說一個智能吃切這方面的一個政策在裡面 所以從這個點來講的話 確實有利公司後續的業務發展 另外的話 其實公司過去一年也是跟多家比較有名的一個公司 其實也是合作 並發布一些技術方案 之前有一些什麼國產的一個地平線 這種芯片的一種做一個人工智能芯片的也有 另外的話也有跟一家是一個國資性的比較大的一個龍頭 或者塞林絲這種也是有一些 刺切的一些技術方案在裡面 所以對於公司可以跟多家其實不同一個 擁有頂進技術的一些公司去合作並發布方案的話 絕對就是說有利公司就是後面的這個業務發展 而且就是說之前它有一些項目 因為它的客戶其實也是涵蓋的不同 從新能源切到一些傳統市場也有 北市它有一種有一個項目 其實說明年也會量產這個出來 所以多了小小的時候 我覺得公司的後面那個業績也是會有 繼續有一個比較不錯的增長 另外的話公司因為剛剛講到它做的一些 其實它公司本身就是有一個佈局一些 自動加持或者新能源這種都是有這方面的 一個相關的一個 技術或者說這種產品在裡面 所以也知道大家也知道就是說 我們講這個新能源切智能吃切也好 我以前已經講到一個點就是說 做吃那個未必是最好 因為現在還是有很多不同的競爭對手 在去競爭這個市場 但如果你說做 或者其他的一些周邊衍生出來的配件 方案的金融公司的話 其實無論你是哪一家營到最後你用我 來套這個東西的話 他們那個可能的潛景可能會更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些公司來講還是挺好 還有一個點可能這裡也沒寫出來 就是說假設這些公司還是說有一個 比較不錯的增長的話 我發現就是硬衡應該現在還是沒有被納入到港股通 在裡面 因為港股通它都有一個一定的標準 就是說可能市值要效果50億 過去12個月的月末 然後可能流通也要達到多少多少 但是現在股價是50億 58億左右 所以我覺得公司如果要納入到港股通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股價在這個位置 也會有一個比較穩定下來 遲碼不應該會存在一個比較大跌的空間 那風險的話當然就是說 這種公司它增速這麼快 其實它估計也不算便宜 那如果假設剛剛講到有些月季 會不會是說增速稍微有一點點 可能差過世界預期的話 那結果有可能會說 因為流通性雖然也不是很大一級股票 會不會引起世界拋售呢 那結果可能大家會提防一下 但我覺得從最近的勢頭來講的話 應該暫時還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但大家可能要繼續去關注公司的這個意志 那我們隨著聊天的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午後它的升幅是在逐漸擴大的 因為浩全發給我的時候 也是漲接近於2%的一個水平 現在已經是漲接近於5%了 在這個位置還是可以追入的嗎 還是說嚴格遵守您給到的 5塊2毛3這樣的一個買入價呢 我自己其實過去幾天已經 不斷有觀察這個股票 其實5塊5這個是一個分水嶺 就是5塊5確實是個短暫 可能有兩三次去挑戰 一個都沒突破 那今天其實也是試了一下 有試下來 下面的話可能5塊1 5塊2 這個危機已經有比較大的支持位 我覺得大家可能見識形勢吧 我覺得如果今天沒有突破5塊5的話 看看因為最近股市可能比較波動 那麼美股今天今晚也不要會怎麼樣 如果有5塊2毛3當然是最好 沒有的話我覺得大家可能 5塊3毛多也是去考慮 但我覺得大家先關注一下吧 所以可以追蹤一下 如果能夠有所調整的話呢 越接近於5塊2毛3這個位置是越好的 因為浩全也說了 可能5塊5這個位置呢 短期會有一個小小的阻力存在 大家還是要看一下 整體大勢的一個變動 說完了今天推薦的股份 我們再來Review一下 上週您給大家推薦的 昆仑能源135 那這支股份呢 雖然沒有到達您給到的 8塊2的一個目標價 但是呢它實際上已經是突破了 這個買入價的一個位置 在這個星期當中呢 它沒有跌下來 反而是有小小的盈利 可以說已經是跑贏了 那還要繼續拿著嗎 我覺得要繼續拿著 我覺得這個股票 經過這個禮拜觀上 我覺得很強勢 就是每次其實它可能有一到兩天 可能一開盤 只有7塊1毛多到7塊2這個位置 但其實基本上在盤中 都在7塊3或者以下 然後最近這兩天 也有慢慢開始突破7塊5 這個值上加領域 我覺得如果大家從技術 或者圖表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看見它 是勢頭其實有一個 蠢蠢欲動的一個勢頭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貨的話 要持有 如果沒貨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真的是 又回到7塊3毛多的話 我覺得可以再買入 這個問題 那我們說到 其實油價最近波動比較大 大家還是有一點擔憂的 正如上週跟您探討的 因為最近有這個新型變種的病毒 以及多國要釋放油儲的一個儲備 所以是拖累了 整體油價的一個回落 不過我們也關注到 石油輸出國組織以及它的盟友 就維持原定增產計劃不變 明年1月會每日增產40萬桶 而且還少有的表明一旦受到疫情嚴重的衝擊 油產國會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討論後續的一個調整產量的問題 究竟釋放了哪些信息 對油價後續的走勢您會有怎樣的看法呢 我自己的個人看法是說油價應該 高點已經過了 我覺得應該要開始要一個回落幾下 當然我從節目一集都講了 我只是並不相信說油價可以支撐到這麼高的 因為你看見其實能源價值可以高的話 現在大家面臨的問題就是一個 惡化的一個通脹的一個水平 所以油價我覺得並不具備 就是可以在高油價的一個水位 只是說因為油主本身是一個小圈子 他們可能也要賺錢是吧 就是你不能永遠賣的這麼低價 他們很多國家也是靠賣石油來生存 所以之前疫情的時候跌到富油價是嗎 你肯定要可能補貼一下他們吧 這是一個水平可能現在給他維持一下 但現在美國也要出來是說要釋放這個戰略石油 鼠肥就是代表已經說已經撐不下去了 贏他們對吧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你油主也沒有辦法去說 可以不做任何東西 不能是說我想要賣這麼高的這個價錢 我覺得這個就並不是可以講幾碗的這個油市 所以他們一定要繼續去增長 反正本身你這種大量商品 你應該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信號給予市場 當然他也留了一條後路給自己 就是說假設疫情怎麼怎麼樣的話 他可以去做調整 但我覺得這種方面 嚴重上找吧 我覺得油價已經要跌到一個水平 可能大家也是能接受了 才可以讓油主可能釋放一些所謂的減產的一個信號 稍微拖一下油價 不然的話 如果大家又擔心好像當時疫情的話 油價跌到很低的話 那你對他們那個產油果實 他們那個基地也會做成很大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油價已經影響到各國的一個 真的是核心的經濟現在面臨的水平的話 我覺得油價應該還會再會繼續探 這是一個反覆下跌 那會不會像早前Delta病毒變種病毒 對於油價的一個影響一樣作為一個參考呢 因為那個時候看到有新的變種病毒持續擴散 所以帶來了非常多不確定的影響 紐約氣油是否會下市每桶65美元的一個水平 如果情況更差的話 能不能跌至50美元附近呢 油價的一個下跌 對於您剛剛所推薦的這個困倫能源 它的一個影響又會有多大呢 我覺得油價反覆 你說65就是確實有可能 你說再下去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能這要漫長一點 因為看這個剛剛這個變種病毒 會不會是說短次已經有疫苗出來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藥廠已經很努力 從本身這個疫苗上面再去改良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可能縮短一個可能一個研發時間 跟之前不一樣 因為之前是一個位置的一個病毒出來 那我覺得也沒有說 一開始掉了病毒出來這麼恐慌 因為大家現在已經知道這個是什麼來的 而且你看其實你說中國 港 香港這方面 對嗎 其實確診案例確實不多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有效的防衛 這是一個防控超市 其實確實是照到 只是說你在外國是採取什麼 與病毒共存這個原則 對嗎 所以你還是會有一個 比較多的一個確診病例 所以現在相對來講 沒有進行這麼不明朗 這麼恐慌的情況下 我覺得油價也不會說跌得這麼低 只不過你確實真的要考慮一下 你這個各國的一個經濟水平 因為疫情確實真的是打擊經濟 只是說有一個換送的貨幣政策 大家從一個資產物價上面 就是有一個拉升 但你這個不能是一個維持 這個一個長久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覺得油價會反复下跌 那你說各國來講的話 我覺得暫時沒看到一個太大的影響 因為經濟就說了 他們都與病毒共存 所以他們寧願要經濟活動 而不要這種所謂的安全 所以我覺得經濟活動 也會說真的是非常很大的影響 而且以前也講過就是說 比方說用石油股來講 油價跟油股是 確實是沒什麼關係的股價 你看到你拿石油這個股 明白 對不對 是的 最後想問一下浩玄 今天聊到的所有股份 有沒有哪一支是您所持有的 沒有的 非常感謝浩玄帶來的精彩分析 今天的投資朋友圈 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下周我們再相約在投資朋友圈